星期二晚的電影鬧鬧 如果看直播的網友 感謝大家等到十一點鐘 細良 大家真是不好意思 我首先要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事亡 剛才倫敦時間兩點鐘已經出車站 飛奔回來 兩點半回到來 遲了半個小時 不如順延到十一點鐘 誰知我一準備開麥克風和阿昌今天談什麼題目 打算說一下美國中期選舉 被人噴到一臉皮 沒心機不說話了 今天交給阿昌說 首先說回先 因為今晚就知道細良有事 遲了 金英因為他都是要 日後要上班的上班一族 所以怕今晚搞得太晚 就不打擾他 土伯也是老問題 我不知道細良你是不是跟他最近說藝術史 聽說你在英國想搞這些藝術導修 土伯突然問了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你覺得這個世界是否有點朦朧 他真的這樣問我 監製這樣 監製可以做證 我說這麼哲學的問題 我回答不了你 然後說不行了 我眼睛都要再去看看醫生才行 我想土伯已經變成印象派的大師 看出來所有的東西都是蒙茶茶 或者變成後期印象主義 繁高的星夜可能會動的 那些空氣都會動的 見仁見智 你可以進入另一個藝術的境界 但同時間可能你見不到一些世界上美麗的畫面 例如一些粉紅色的東西 可遇不可求的東西 見到都看不到 觸手可及但看不清楚就更嚴重了 那可能是好一點的 看不清楚只能碰到用手的感觸的話 可能還什麼 我覺得世界美好一點 但是這個細良剛才提到 知道他推遲了開始 我們亦都在香港沒有閒著 所以我們做一些實地的在香港的考察 尤其是對於可能已經在海外的網友 可能很關心香港的近況 所以如果你昨晚有聽細良的節目 我們提到這個正義傳媒 就是去全香港走訪這個智慧史坑 不是 正確的名字是 智慧公廁 智慧營廁所 智慧公廁 你不要讀智慧 你不要學土伯那樣的口音 不是智慧 智慧 智 智智智智智 智智智智智 智 是我們本身的人就沒有智慧筋的 但是可能一些聲音到Youtube的時候再改變了 即是說開又說 我有個小朋友在讀幼稚園 他那本幼稚園的習作就叫兒童智慧樂 然後還有一件事 他現在小朋友在幼稚園有一支叫筆 你一早下載了一個program 他那本貨本你一邊對著這些字 他自己發聲的 那支叫點讀筆 我沒有小朋友 點讀筆 我又在朋友的太太面前就說 這支叫什麼名字 噢,吊讀筆 又兒童自慰樂 又吊讀筆 我老婆說叫你以後不要再上來 我怕你再說下去的話 觀眾會走了 你剛才說你去實地考察智慧公廁 有什麼發言? 先管著這個琴珍精神 是的,我們監製用這個分享畫面的功能 給大家看看現場這個荃灣新鮮滾熱 剛剛在荃灣那邊的德華街公園公廁 其實一個實際的地方 公廁是面向這個荃灣街市街的鮮飾店 去到呢 竟然這個智慧公廁 無論男廁、女廁、殘廁 都封印著維修進行中 雖然你還可以顯示到這個相對濕度和氣溫 我覺得這個不是廁所裡面的氣溫和相對濕度 這個應該是全香港天文台提供的相對濕度 我又昨天聽完 又是什麼意思 你又覺得為什麼它顯示廁所裡面的氣溫和相對濕度 應該不是吧 應該是天文台提供的資訊 但是問題就來了 經過這個正義傳媒的報導 再加上這個細良的宣染底下裡面 這些不知道是不是蝴蝶效應 你講一講之後呢 搞到現在我們香港人 留在香港的人就更加痛苦了 即是屎坑都不能去 封了 即是你要罵我 說我智慧 屎坑不夠智慧了 我覺得屎坑都不能去 現在香港我覺得都是一個 游小見大 都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你講一講我 即是剛才探望那間家的小朋友 那小朋友才是4歲 K2 然後就說 剛剛駕完屎 走出來的廁所就說 今天駕的屎坑是否漂亮 他說駕的好屎坑沒有駕爛屎 你真的沒有駕爛屎 小朋友哭 我真的駕爛屎 我沒有駕爛屎 小朋友和現在香港政府一樣 你罵一罵他都不行 你的屎坑真是駕爛屎 行行行行 沒問題 否則你說現在連屎坑也不讓你去 現在正面對著 我覺得直接發爛爛 你說我們智慧公廁不行 我現在就告訴你 既然你說不行我就封了他 最好笑的是 他門口在螢幕上 智慧形顯示公廁維修中 好笑 還有阿昌我想問一下 廁所顯示全港的溫度和濕度有什麼作用 你有沒有想到 我先頭以為 我正常來智慧形公廁 你當然是顯示廁所裡面的溫度和濕度 如果你是這樣 應該是顯示每一格的濕度都可能不同 應該是格裏面 每一格的濕度不同 然後你就判斷你入哪格好呢 如果格格都是綠色的話 濕度比較低 濕度高的你就不要進去 不要進去 因為可能隨時那些大小便是在地上 還有溫度高你就不要進去 因為那裡可能剛剛放完屁 所以我就說 如果你是顯示到 全港的溫度和濕度 我真的不明白 有什麼玩法 其實這個是智慧形公廁 真的是 現在索性發埋爛窄 就被蓋起來了 我覺得真是好笑 真的 你們說0加3你們都不來 看籃球的遊客 我變回0加7 這樣 這個公廁本身都出名 因為前一陣子經過的時候 因為公廁外面就是小巴站 然後他的公廁裡面 他播出一些罐頭音樂 是播得很大聲的 有一段時間 經過的時候 他還要播 有音樂聽的 對 懶有格調是播交響樂的 但他很大聲 我剛才提過 很澎湃 對的 對面千色點 我都聽到是很吵很吵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音樂 list是什麼 不知道是否播了這個 貝多芬的第八 第九進行曲 噔噔噔噔 你在市坑裡面 噔噔噔噔 有一個可能是 希望你不要霸那麼久的廁所 其實我想那個原意是這樣的 我懷疑那種 這個就是智慧 等你班人 不可以在裡面跑馬驚 或者霸著茅坑不拉屎 正好就是這句說話 我以為那種智慧 那你不如學大陸 大陸那些智慧廁所 我見過很多年前 在故宮對開 他有一些叫入錢的智慧營廁所 五分鐘就自動打開門 有一次就和梁家權上去做事 就在門口排隊 吃完飯之後肚痛 油污租 走去那裡就在排隊 突然看到門打開 裡面那個女人還坐在那裡 原來時間就打開了 我覺得這些就是智慧營公廁 但是他現在這個我真的不明白 是文西科技來的 他告訴我天氣和濕度有什麼作用 還有我想問 如果他智慧營公廁應該是這樣 他是根據使用這一格廁所的人 那種的狀態來播音樂 這樣才叫智慧營 即是說如果他感受到很澎湃的時候 他就先播貝多芬的這個大狗交響曲 但是如果是慢慢享受的 可能播Kennie G呢 你覺得內地有宗新聞 或者有一段內地的片段 就是一打開門 然後裡面有個應該是個男生 戴著那個VR的眼鏡 哈哈哈哈 在四川某大學 然後就在其他活動 在廁所裡面 那我覺得智慧營的話 Supposed 可能 他應該好像戲院一樣 提供一個VR眼鏡給你 例如你去廁所的時候 可以一邊看 一邊聽聽政府的宣傳短片 看看警訊 或者聽李家超的施政報告 這樣應該 但如果中間播李家超的施政報告 之前播國歌那怎麼辦呢 哈哈哈哈 要起立的 這個就是我們 不起立要逐出學校的 逐出公廁以後 back list了 你不准進德華街公廁 可能 又在荃灣 荃灣聖方仔在後面而已 哈哈哈哈 真的 如果你說在播放 轉播施政報告之前 播國歌那怎麼辦 他外面可能有監控的 這個智慧營公廁 知道你有沒有 郭歌那時候有沒有暫立的 我覺得 所以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 香港科技真的很厲害 你不要再說了 你待會說完後 人家正在維修 就加這些功能 進去新的智慧市坑那裡 你繼續說下去 那時候又加了幾項功能 那個市坑 不會 再繼續說下去 有段時間都不開 等人去罵你 如果你不揭發這些智慧營公廁的東西 大家都還有市坑用 現在揭發完之後 說他浪費錢 我就發爛爪 好像靈王那樣 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你說我沒有智慧 下次我找一個審智慧大法官 來做一個獨立調查 看看他有沒有智慧 那你獨立調查之前 就全部被掩蓋了 那你就麻煩了 你不用找審智慧 所以我覺得 那時候 你昨天讀了一個 東方學部的訪問 找了陳恆斌議員 發昌 你的發音 你的發音真的有問題 我覺得 是陳恆斌 你不要像李慧寧那樣說話 才行 恆和恆 恆生銀行和恆生銀行 是懶音 你知道嗎 是陳恆斌 不是陳恆斌 原來在荃灣還有他剛剛競選立法會的小巴廣告 他的選舉口號叫奔向前 其實這個有政治智慧 一早就遇見了李家超高彥勳的呼籲 所以荃灣都是土地 所以各位荃灣的街頭 我覺得是屯門先人才背出 香港最有錢的中產在新界就沙田 在港島區就灣仔 我覺得不是 除了荃灣有陳恆斌之外 我覺得這個屯門先人才背出 Happy Park也上了大堂 你想想 多難得 Happy Park跟著這個 我初頭很奇怪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原本就說中年好聲音 細良就沒有報名 我以為你專門找到這個 在英國找到一個周博言 然後在一個周博言 周博說他找到一個 英國有一間教堂做這個 教堂的studio 你一定是為了這樣才找周博言 你想去裡面錄你的姓詩 我錄這個忌安演唱會 上主劏了一隻羊 不是 誰能做出一隻羊 你記不記得 我搞你唱 你經常講主能夠 誰能做出一隻羊 我不能你能嗎 你記不記得 我不能你能嗎 你在周博言的教堂studio 錄了這首歌 這首聖詩 然後就寄去中年好聲音 我以為你 那時候 我錄了一句 就被那個鬼佬趕了出來 我以為 就是耶穌顯靈的 叫你從我出去 我能 真的能 因為那時候 除了報道玻璃珠被淘汰之外 有報道拿拿 初頭的記憶之中 好像報道者說 玻璃珠和拿拿 都是未能夠入圍 誰知道屈美十 看到拿拿 就已經是帶著 HAPPY白唱遊電視城 厲害 二十多點收視 雖然沒有人下廣告 但是二十多點收視 所以我覺得上位 屯門真的 Lance不行 走去驅趕大媽 現在後悔 不是的 Lance 人家和拿拿是世仇 早在1718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屯門公園驅趕拿拿拿 所以兩個仇人見面 我們眼紅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是拿拿 就是看上HAPPY白看不上他 看不上一群超人 所以就是妒忌 深深妒忌 妒忌偉大 祖國崛起都是一樣的 西方世界都是 不抵得我們強大 他就不抵得人家 HAPPY白 能夠和拿拿 大家還要唱遊電視城 所以說Lance現在後悔莫及 走去選區議會 現在連DQ也沒得做 不如一早走去屯門自己開咪 在那裡唱歌 所以其實有一宗新聞 和TVB歌唱方面的娛樂 這部份歌金曲都有關係 就是因為上星期傳出一位 其實不是新人 都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叫Jace Chan 陳凱榮 陳凱榮 對 被環球唱片雪藏 傳聞就說他因為不想再上TVB的難秀 所以你不肯 又不像他那位師弟曾比特那樣 開微博 上星生不息 又或者是恭賀共青團生日快樂 這些事完全沒有做到 他之前出道都是做ViuTV開始 跟環球安排 安排上過TVB的節目之後就說不要上了 就是傳聞 然後環球唱片就出了一篇聲明 好像很客氣 我覺得很臭串的 很有環球時報的風味 就是說我們和Jace 這個音樂理念不一 所以就等待這個約滿 就祝他好運 就擺明說明就說藏他 所以大家就在問 喂大哥 你拒絕TVB 如果有一個下場的話 以後沒有人敢向TVB說不 現在只剩下那些人 上大台而已 所以開始我看到他 大家就上去Jace的Instagram 以及Youtube的首歌 今年就是派台派了一首歌 叫Long D 在那裡留言說我支持你 不要唱TVB就對了 鼓你做這個 斥策樂壇的 我最喜愛女歌手 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大家有空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都可以想想 你想想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 為TVB 你真是兇了 年輕人 年輕的新人 每個都要賣TVB帳的時候 真的沒有人敢說 你究竟要去出這些表演 你難道真的不能去選 一定要走這條路 在香港就說你不能去聲聲不息 阿昌 你真是太年輕了 我雖然不在香港 但我也明白這個Jace的市場 你問我贏了 現在任何人只要敢於向TVB說No 就是會得到龐大的市場推廣力量 就是由群眾推理上位 你想想現在 正義回朗 我認識翁志光 一定我想過三千萬這套戲 希望 就是上個星期二 金英叫我們幫忙捕那些人去看 我昨天也再捕一次 今天再捕 為什麼呢 現在香港你記不記得 現在沒有了公民權利 沒有了上街遊行 沒有了六四集會 你以為那套戲關了嗎 現在不是 現在變成了一個香港文化運動 我覺得 只要是本土的電影 香港人的Household Name 王子華好 古天樂好 之前拍過《搭血尋梅》的翁志光好 全部 蘇玉華就不簽大台了 我就是說蘇玉華好東西 只是改名字 也有先見之明 真的 是不是 S.O. 蘇 然後玉華 這樣一早就大台 我想都容不下距 我想 但是你想想蘇玉華 離開了大台之後出來 拍戲 做舞台劇 好過以前在大台多多聲 那股味臭 大台整天是質問人 上個星期不是質問人 他們的市場 那些人 就說 喂 我們這個下樓上車做 二十幾點收視的 大家 下廣告那些人 難道不用向老闆交代嗎 下去那些三四點收視那裡 所謂cost per rating 是吧 叫做CRPR 然後說 不用算嗎 這樣 那些白癡 你有意味 大哥 再補一句 出完LinkedIn 原本圍內 因為LinkedIn 主要對廣告業界 不公開 不像Facebook那樣公開 然後 是不是曾醒明 總之TVB的聲明 就說 我們其實以事論事 在說一些科目的數目 蕭細和 曾醒明炒了很久 曾醒明一定不會發生這些高關災難 不過蕭細和在星島過去 我們沒有針對任何人 那意思是什麼 就好像這個 破壞之王段水流師兄的名句 我不是針對任何人 在座各位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現在 你每個人都買他怕的 你環球唱片 又買他怕 那你真是 阿昌 你又反過來看 如果這位陳海詠 他之所以這麼聰明 的原因是什麼呢 他已經聞不到 如果他打這個年輕人市場 他聞不到TVB那股 和Happy8那股味 你不走嗎 大哥 以前上勁歌金曲 你記不記得蔡豐華 現在開演唱會 那些人還是拿回 當年勁歌金曲貴選 他那一句 什麼一剎那江輝 不是永恆的 這樣 還訪問蔡豐華 說回三十幾四十年前的事情 出來 那時候上去貴選 都幾大件事 你想想 因為入選張郭榮 他那首歌不入選 據說 他說不是啦 當然 那就已經差不多 令到他一生盡毀了 那時候你想想大台那個 歌唱音樂節目 多厲害 每一年勁歌金曲總選 全部都要幕後交易 全部幕後交易 其實是老鏈拉過的 無線的人 不是沒有拉過的 但是現在變成了什麼 不是唱片公司 不和無線玩 環球是無線的partner 是自己都說我不上你的台 我不和你玩 因為很簡單 你那個蕭細和出來說完之後 才是自己揭開這個套給別人看 是我沒有生意的 你想想 有沒有這麼差的 我二十幾點收視 其實我都沒有生意 我發爛爪又是 跟山了德華街公司是一模一樣的 是罵客 以前常常常說的 選舉票不是靠屌回來的 但是他們的生意 都是靠罵人 以為可以 你不覺得整件事很戰狼嗎 是戰狼到一個地步 他都不理 你二十幾點收視 你為什麼不下廣告 因為你有疑味 為什麼這個Jace 會這麼夠僵 因為他都聞到 如果我要打年輕人市場的話 死定了 是不是 再留在環球 反正那個余詠山 那些人都走了 如果我再留在那裡 哪裡有關係 但是可以搭到上去 無線音樂節目 坦白說 無線的音樂節目 年輕人跟你聊聊天 那些個個四十幾歲 是不是 我看ViuTV的 這個Chill Club 好過了 是不是 大哥 人家起碼拍出來 都不是咪嘴 全部都是現場談 真是現場唱 都算是一個歌聲 大哥 但是你吃了老本這麼多年 所以我就說 這個骨牌效應 其實是 骨牌效應 骨牌效應 是因為你如果只要看到 哦 原來不上大台出來 是 那條路更加好走的 上位更加快的 隨便走 是吧 你看現在的藝人也是 你還舔了那一股眉 以前阿氏找個公雪花 那條招 都二十幾年前 公雪花七十幾歲 你還用回阿氏找公雪花 那條招 找個喇喇和Happy白去 就是你低到這個地步 那時候只有一個公雪花 同界拿冠軍的還有楊公如 大哥 他現在好像還有陳欣健的女兒 你有沒有留意 中年好聲音 不會有楊公如的中年 大哥 那個樣子好像陳欣健那樣 翻版的樣子 大哥我們以前整天笑 陳欣健是一隻馬的樣子 不過不要討論外表 但是你找個星二代去 我真的好笑 真的他說 我沒有告訴別人 我是陳欣健的女兒 大哥你以為那些高層 不認得你的嗎 那些Uncle Auntie來的嘛 所以整個股味加在一起 我覺得是今年的這個 這個叫做歌壇災難作 這個中年好聲音一定 很快就會有新的 叫做老年好聲音的 我覺得 叫做土伯練定歌也可以 真的 唱這個什麼好呢 那首叫什麼 在蒙龍夜雨女 那首叫什麼 是不是梁朝偉唱的 在蒙龍夜雨女 是不是好像梁朝偉唱的 對呀 對土伯的 反正看東西蒙茶茶 我提名 土伯參加這個老年好聲音 真的 一定行 然後你又旁白 你又做旁白 可以在一個濕滑的司機 和粗心大義的公路 那個濕滑的車輪 和那條粗心大義的司機 不是 那條粗心大義的車輪 和那個濕滑的司機 我都忘記了 調到亂了 你懂什麼 這首歌 《流級最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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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那個濕滑的司機 不是 我想起愛夫堅的廣告 你記得以前 我想大台最終 連愛夫堅廣告也沒有 有司機在揉腳趾 然後說很癢 後座乘客看到車放在那裡 愛夫堅廣告永遠搭著殺他死 黑旋風 黑旋風 還有美元發財 三個一起出 跟無線廣告三寶是一樣的 其實是對的 為什麼呢 《忠言好聲音》贊助商 現在連那個陳欣能都走了 就是那個蟲草大王 是吧 那你剩下的就是 盧遠欣那個 《老年滲漏》指療片 還有一個是《陰道恆養膏》 還有一個《藍士比那恆養膏》 三寶 因為我看無線24小時新聞台 都是連續出的 這些廣告的 看到了還有《維達》的廁紙 《維達廁紙》 好像還有沒有劍橋護老院 以前有的 還有《德成女傭》 這些全部是對的 因為老人市場就是買一些廣告 第一要請菲傭照顧 菲傭照顧都不行 那些要入劍橋護老院 入護老院要買滲漏指療片 接著又未找菲傭之前 就是《陰道恆養》那些高 我想全部都適合 那你不要小看這個市場 日本人口老化 那些老年的產品 例如出這個三一萬能核 或者鐵甲萬能核的拐杖 輪椅 所以遲些 如果你香港也抄這個市場的話 可能有這個小路寶 這個指療片 是成人指療片 小路寶 不是 我覺得香港 TVB 不要說我們只懂得批評TVB 日本有一個市場 你剛才說得對 老人市場 老人的色情市場 日本都做得很大的 是吧 例如老人的AV男優 也都有這個60路 50路的女優 是吧 也都有這個不同系列的 都是給老人市場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TVB 都可以參考一下 是的 另闢係徑 不需要跟那些ViuTV 那些欠年輕人市場 年輕人哪有消費力 現在香港 是吧 再搞下去的話 年輕人市場萎縮 我看好老人市場 真的 是吧 再重拍 好像說 《星生不息》之後 和大陸《芒果台》合作是拍 重演上海灘 是的 將那些無線的經典電視劇的片段 重演 是的 那不就是跟今次的《趣劇》是什麽重演 真做 不是 《趣劇》是假做 《斜做》 《大精兵》和《盧海鵬》 《賈斯洛》那些 不是 江欣燕《茶黑面板飛龍》 不是的 這次是真做 找香港的藝人 重新再演繹這些無線電視劇的經典場面 中聯辦指導的 你知道嗎 但是 很厲害的現在 但是如果你重演當年上海灘的經典畫面 你在內地播放到劇本審查嗎 你哪裏一定重演《許民強中槍》那一段 你只記得那裏中槍那一段 是吧 大哥我未出世 許民強 許民強入教堂那一段 入教堂那一段 是吧 這個 馮澄澄和阿丁力結婚那一段 當然是 是吧 你不懂的 這些 少年你太年輕了 對的 那些 因為看上海灘那些人 我當時是小學生 如果那時候是中年的 現在都老年的 已經是 對的 在老人院那裏看 一定 大把市場 我覺得 不用戲女的 肖細和 是的 一定 TVB 主攻老人市場 大把生意 我覺得 是吧 那些環球唱片 我覺得 不如簽胡鋒 陳凱榮 誰認識的 我覺得 是吧 簽胡鋒 唱那些 舊歡如夢 那些更好 我覺得 老人家才有消費市場 你看 air supply 兩個老人家 每年來香港 多少人去捧場 都不夠戲 唱不到高音 是吧 但是如果你說 好像 琴姐好像過身 是的 是 胡鋒可以回答誰 家宴 胡鋒 剛剛還在紅館 開完演唱會 好像都入了 這個 建力士世界紀錄 建力士 年紀最大的人 是在紅館開演唱會 不可以給他一個 叫做香港 弗蘭先納道拉 那時候 什麼林鄭都有去的 那時候應該是 還是 七月之前 李家超未上任之前 是 對了 這個 走向國際 的時候 你下一場 就是這些 國際演唱會 跟無線 這個芒果台合辦 又在大球場搞 是 好啊 我覺得 暖場歌手 娜娜 伴舞 Happy 說你說多高興 香港金曲 100年 是吧 這些 他有一條 你知不知道 他聲聲不息 你知不知道幫無線 說 帶來很多盈利 據說 在無線的 這個業績報告裡面 因為聲聲不息 就令到他 不知道賺了兩億多 好像是 他不當你香港人 是客 已經是 因為怎麼會罵客 所以我就說 香港的那些 叫做什麼 那些廣告 4A的那些 媒體計劃 還計劃你自己後面的客人 去TVB 真的倒米 我覺得 他給大灣區的人看 是吧 實際上 你怎麼會 如果你在香港 就算你海王捉面 你都不會去賣廣告 是吧 大灣區的人都來不了香港 問題 他的主要觀眾 在大灣區 是沒有意思的 是吧 有得想的就是 專攻老人市場 是吧 老人市場 很多人說沒有消費力 當然不是 老人是被迫消費的 入老人院 吃寶品 這些東西 是吧 一定要買的 所以我覺得 那些環球的那些 年輕叫手 有得去走 那時不是打算有隊伍出來 打這個MIRROR 你記不記得 未出道 已解散 解散了嗎 或者再沒有這個活動出現 他說改組 好像上一單 聽到他們的新聞說 改組 但人家都未正式出道 未出道就要改組 十個人又要換過幾個人 好像有天堂鳥那件 好像很MK那件 好像都是Super Tiger 重生的 說他是故事 我真的想到 創意源源不絕 來到倫敦之後 找回胡惠康 林利和孫明光出來 是吧 用什麼Super Tiger 小虎隊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叫做 現在改名叫老虎隊 反正林利好像說 最近好像離婚 都沒有什麼 我記得當年這個 炮小子 好像說沒有性生活 所以要離婚 炮小子不是 羅文伴母 然後吳鎮宇和秦沛 弄了一雙炮符子 你記不記得那雙什麼 沒有 什麼時候弄出來的 卡拉OK的時候 卡拉OK的時候 卡拉OK你也看不是吧 這麼多 很開心 那時候很小時候 記得是看卡拉OK 那時候有兩隊 一隊叫風火海 風火海就是 陳小春良 就是古惑仔那三件 謝天華 那是誰 那就是朱永棠 朱永棠也是回大陸 那時候炮小子 好像有一件是過風火海的過檔 不知道是不是陳小春 陳小春不知道是不是炮小子 那時候 上網搜尋一下就找到 不過現在不是重點 也會有兩隊 沒有兩隊